6.影响身体之源 源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 可帮助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疗愈疾病 及增长寿命的各种因素 称为医疗保健之源 反之,会伤害身体 导致组织器官运作失调及热能严重耗损 从而造成症状、体力下降 乃至命危的各种因素 称为伤身致病之源 可见原药影响果必通过因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 却只谈医疗保健之源的功效 或伤身致病之源的影响 就会犯了气阴谈缘 而说原质果或原生骨的过失 换言之 切莫在治疗上气阴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的因 却谈医疗保健之源 如药食、按推、针刺、手术等 可疗愈疾病而说原质果 或在诊断上气阴谈缘 不谈体质差异的因 却谈伤身致病之源 如细菌、病毒、风寒、情绪等 可导致疾病而说原生骨 这一篇先界定什么叫做 医疗保健之源 与伤身致病之源 简单地讲 会让我们远离疾病的 还可以达到远缓衰老 增长寿命的 这些好的严、善严 简单地讲 我们都称为医疗保健之源 那反之如果会造成我们 主持器官运作失调 甚至热能消耗 体力下降 甚至命危的各种因素 那这个恶严 我们称为伤身致病之源 但炎要影响到果 它必须要透过因 如果我们因没有问题 即便有恶严来 它也不会产生果 所以下面就是逻辑性一定要很清楚 不能太强调 为什么西医会犯了那么多错误呢 因为他们常常是气阴含炎 才造成的 而一直在强调炎的重要性 反而真正能解决疾病 是我们的体质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所以西医今天之所以会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完全是在方向错了 大方向错了 你所有的研究也就只有偏离真道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 施之好理啊 叉之千里 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定调 我们炎要影响果 必通过因 炎如果是我们就用续菌病毒来讲 续菌病毒要产生疾病 它一定要通过我们的体质 也就是我们的体质 如果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个果才会出现 它不会说跳过身体 然后直接就产生果 不可能的 所以也就是从这一点来看 就可以看出西医在诊断上 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太强调这个病毒 这个炎 也就是检查出来的病毒 比如说在诊断上 那他们说检查出有病毒 他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多可怕 因为变异 所以它会导致疾病 这个疾病会死人怎么样 事实上重点还在因 因如果你只要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一先把它解决了 它就不会产生症状 它即便有症状 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也不用怕 还是要从因下手 那这样病就好 但问题刚刚我批评了那么多 为什么会批评西医 因为西医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 所有仪器检查出来的 通通是果 要不就是恶言 就像病毒这些恶言 那很显然我们治病不是要治恶言 那从果治病有时候还可以有效 你从严下手是根本无效 所以从诊断上 他们太强调 严会导致疾病 这个造成民众的恐慌 其实就是忽略的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因 你因导致好了 就是一个关卡就把恶言挡住在外 怎么会有后续的 还有特别强调 炎的重要性 比如说在治疗上 他们强调这些西药 可以治疗什么病 但是当一旦病毒来 又说 这是病毒引起的症状 我们没有药 哪有没有药 症状就是从因下手 所有病都是体伤热能不足 那你从这里下手 他的症状就好了 怎么会没有药呢 你就是因为要杀病毒 你没有这个杀病毒的药 所以就以为你 没有办法解决症状 那这时候你又把炎 当作因再看 事实上 这个是不对的 等于因缘果 西医是完全搞错 所以两个来看 从诊断上 他也是弃因弹炎 那从治疗上 他也是弃因弹炎 从治疗上弃因弹炎 就会说 他们西药 应该要有什么药 可以治什么病 那如果从诊断上 又说这个炎 有多可怕 会产生疾病 什么恶果来 什么严重的疾病 这个都是犯了弃因 也就是没有疾病之因的概念 所以你看一个医学 西医发展到现在 竟然找不出疾病之因 那原始点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及热人不足所事 这是疾病之因 那有了这个理论 你只要体伤 你只要把开关 大开关找出来 很多一按马上立刻就 缓解症状了 这西医是完全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即便他们说 好了你手腕痛 我们知道手腕痛 它的开关在手中 你只要用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把它缓解 你西药有没有这么快 你即便吃药 再经由身体吸收 到发挥疗效 你起码也要几十分钟 甚至 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那原始点是一两分钟内 就可以缓解 那这个不是疾病之因是什么呢 所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西医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疾病之因 而看得到 反检查出来 看得到 几乎都是 要不就是炎 所以从第一段 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 所以我们说切莫在 诊断上 气阴谈炎 切莫在治疗上 气阴谈炎 而说 延伸果或延制果 就是在指这个 就是在指吸引没有因的概念 才会导致后面的这种说法 逻辑上犯了很大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里下面就是举例来讲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犯了 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也就是很多就是用了药食 然后疾病好了 大家就以为它具有 治疗的功效 就特别强调它具有治疗的功效 然后而说这个药可以治病 这个就忽略了因的重要性 真正能够让疾病好 其实是身体之 身体的应改善 这个就我们之前 在医疗与保健就举了 将能治病吗 不能啊 我们也举车子的例子 车子它没有油了 结果都不能发动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空调啦 也没有所谓的导航系统 也没有这些影响 都没有 因为车子不能发 但你加了油之后 这些都有 车子因为能发动 但你不能说气油具有导航 影响空调的功能 绝对不能这样 同样姜也是 包括西药也是一样 它不能说它具有什么功效 是因为这些药来 那我们身体得到了这些助研 然后我们体质改变 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去修复它 但我们很多医生都不谈这样 然后一直讲 哎呀我们的药可以治什么病 包括中医也常常讲将有趋风含止咳化痰的功效 而事实上它没有这些功效 而事实上它没有这些功效 如果有那石油就应该具有 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特别强调 这些气阴痰炎就会发生了 你特别强调药食按推 针刺手术 它有治病的功效 而说炎治果那是不对的 下面也是在从诊断的角度来看 它如果说哎呀你不分体质的因 然后就说这些伤生致病之炎 一定会导致 也就是病毒一定会导致疾病 这个是有问题的 如果我刚刚讲的 你体质的因没有了 也就是没有体伤了 那你即便有二元来也不会有火啊 所以这个说病毒会导致疾病 这一说逻辑上也有问题 是不完善 它忽略了身体 还有各种体质的差异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是要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源 避开伤身致病之源 但圆的作用并无绝对性 比如运动 虽会消耗热能 但适度运动 反而有助于身体将食物吸收 转化成热能 又如按推及热源 虽可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但过度了 反而会造成体伤 及消耗热能 所以 圆皆需在身体承受范围内 才能达到改善体质 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它原本来就是变动 我们即便刚刚讲那个病毒之眼 你看病毒以前也有SARS 但隔了一段时间 你也不用去杀它 这些病毒终会过去的 你看以前在流行什么 H1、N1、H2、N什么 好很多的 它们分类 到最后这些流感 都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那从古至今 从古至今 我相信人类已经经历了 很多场的病毒的感染 那这些病毒安在 现在还在哪里呢 时间会把这些消失掉 颜色变动 没有绝对 然后你一直在研发这里 现在的这个病毒 以后这个病毒也会变 你这个以后还要再研发 那就无穷尽的 你找不到一个治疗的原则 你只好从火 从炎一直不断去变化 炎会变化 你的研发就会不断的变化 那劳命伤财啊 也是在这里 那我们这里特别强调 炎没有绝对性 我们说劳动 很多劳动 一想到就会很疲惫 但你都不劳动 你反而没有体力耶 然后吃也吃不下 所以适度的劳动 它不但不会消耗热能 反而会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有助于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 当然在劳动的 这刹那间 都在消耗热能没有错 但反过来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将食物吸收转化成热能 所以它没有绝对性 那这里又举 按推跟热源 按推热源 我们也知道可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举热能不足 但有些过度了 比如按推太重 反而造成体伤 把人家揉到肿起来都有 那热太过了也会消耗热 比如说中暑 它太热了 那你体质太差了 一下子就晒晕了 体质差就是 你本身就有头部体伤了 那还有热能不够 所以一散就消耗热了 然后加重体伤导致你的症状 或是我们也可以举例 比如说温敷很重要啊 但是你太热了 红豆蛋 本来温敷是蛮舒服的 但你过热的直接贴在皮肤 反而造成烫伤 那烫伤 身体要修护 就会消耗很多热 所以盐没有绝对性 可见最重要的就是盐 接续在身体承受范围内 才能达到改善体质 乃至疗愈疾病的目的 这个也可以回答听众提问的说 游泳要不要进 你看这里就讲了 可见盐一定要 游泳也是一个方法嘛 盐嘛 只要在身体能承受范围内 就可以了 没有绝对 盐没有绝对性 这一段 用这样整个读下来来回答他 那答案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这些都 大家读原始点一定要善用 不要读死了 说哎呀水是寒的 那所以运动都不能受寒 所以就不能注意 那如果天气稍微变寒 你就不运动 那不是因夜废死了吗 所以只要你能承受的范围内 都可以了 也没有绝对性 你别人也许不可以 因为他身体太弱 那我身体这么强 我去运动一些 天气冷 我穿短裤 甚至穿内衣 我就去了 我也不胖 而且回来我还流了满身湿汗 身体也满舒服 那为什么寒凉就不能运动 就没有这个问题 好 这这个 颜的问题 就谈到这里 医疗保健之源 医疗保健之源 可再细分为医疗之源 如正确按推原始痛点 或换处痛点 及保健之源 如善用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 此诸善缘 必须在生活中一一落实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二 伤身治病之源 伤身治病之源 如错误观念 缺乏运动 压力 生气 熬夜 劳累 外感风寒 中暑 药食过冷 或不节便智 不当检查 即手术 外伤 烫伤 环境污染 化学毒液 毒气 如化学废气 煤气 爪气 爪气 天然气等 毒物 如毒蛇 毒蜘蛛 虎头蜂 蜀蜂 毒蜥 毒蜴 毒蜗等 各类毒虫 即有毒植物 即各类细菌 病毒等等 上述各种伤身治病之源 或可直接造成体伤 或会使热能更加不足影响体伤 进而产生症状 顾虚尽量避免 好 这里 上身治病之源 举了很多 那有一些 比如说 观念性的 或是情绪性的 这些 都会慢慢导致体伤 消耗热能导致体伤 才产生疾病 这些常常是在慢性病 最容易见到 那如果像急性病外感风寒 中暑 钥匙过人 这些甚至毒物毒气 这些所伤 甚至车祸 这个事 有时候来得太猛 那我们马上就造成体伤 又产生症状 所以 对于这些炎 我们只能避开 而不是要加以治疗 不是我们知道 这些错误的 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去做 来改变它 好 那万一得到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 若已造成伤害 则需考虑其中较危急者 如烫伤 食物中毒 化学毒液 毒气 毒物 及特殊细菌 病毒等所伤 会使热能大量消耗 导致体力下降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处理此类疾病 必须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外内热源 并配合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以加强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如此才能速育疾病 使患者转危为安 然而西医从果治病 通过仪器检查 以含量性药来止烫 解毒 杀细菌病毒 及控制症状 殊不知如此诊疗 不仅余病无益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究其原因 固然与含量性药有关 但关键是西医将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譬如流感 西医是以对付病毒为主 但病毒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所以才会检查有病毒 却未必有症状 以疫苗处理病毒 不但不能解除症状 还超出致病范畴 有病毒属源 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 只需暂避风头即可 由此可见 要求民众接种疫苗 以产生抗体对抗病毒 是医学中的一档误区 事实上 不论是为了解决或预防流感 只需通过观察 按推原始痛点 即结合外内热源 就可达到治已病 或治未病的目的 明了此理 诊疗才不会误入歧途 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对象 举一反三 其与伤身治病之源 亦因作如是观 就是如果你造成伤害 我们本来说 对于恶言 我们能闪则散 能避开则避开 但不幸的 你还是得到 那得到了你 最重要的是解决疾病 那解决疾病 一定要从疾病之因下手 而不是治病之炎 不能从治病之炎下手 那个方向一定要搞对 现在西医之所以搞不对 才造成大家的恐慌 包括疫苗 方向跟根本性的问题 都是错了 那自然就无法解决 这个本来是一个流感 很小的症状 结果搞到全球 每个人都恐惧 而且还无辜的死了那么多人 我认为这些人很多都不应该死的 现在来看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因为你已经造成伤害 简单的讲就是已经有症状 那有症状 简单讲 你一定要找出疾病之因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在哪里 立刻解决 那症状就消失了 而不是再来解决治病之炎 或研究治病之炎 那这个方向是不对 而且我们一发现这个流感 大家都得到 那就知道它是传染病了 那这些对于二元这些病毒的传染 不要管它是SARS也好 H1也好 或是非洲变种病毒也好 都不用管 反正这些二元都会伤害 会消耗我们的人造成体伤 导致症状 反正我们尽量避开 那如果能够避开最好 避不开得到那就处理吧 那处理也不是要处理二元 也不是处理 比如说我们晕车 那你一定要先有体伤 头部还有上背部有体伤 然后在车子摇放你才会吧 同样的公司性关节也是这样 你有体伤 风再吹才会吧 才会关节痛 那你得了关节痛也好 或晕车头晕呕吐也好 你不是要治疗汽车 汽车是二元 你不要说那我们车子怎么 再来研究车子怎么开 才不会晃来晃去 路要怎么铺平 那大家以后就不会晕车 你研究了 反正患者不知道已经 严重到可能躺在床上 甚至受不了已经送医院急救了 医学不是要搞炎的 也不是要来研究风 这个风应该怎么吹 是要寒风还是热风 温度几度 才会对人体有帮助 不是这样 你在研究完了 这个患者关节痛已经痛到受不了 所以你要解决疾病 不要去搞炎 炎那个是不能解决疾病的 所以这里特别强调 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疾病之因 而非治病之炎 那二元我们避开就好 但不需要治疗它 比如烫伤食物中毒 这些比较严重 下面就谈续菌病毒这些 都会消耗热 那我们面对这种疾病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 这些二元要不要治疗 不要 所以我们处理此类疾病 就不能用寒凉药来止烫 因为它烫伤了 那我们常常会想 那我们就用寒凉了 来冰敷皮肤 或是你被毒舌咬伤了 你就开始研究 这个毒液啊 毒舌的毒液 是属于哪类毒的 那我们再来找解药 也就是血清 来把它中和掉 那就解决病毒 这样没有用的 这个是不对的 方向也是不对 或是你被病毒感染 你就来研究病毒啊 它是什么病毒 然后我们才来找出 对峙的方向 不对 那如果是要 用寒凉药来止烫 或是你找血清 如果毒舌咬到 那你来找这个病毒 那找到患者可能 有些严重一点 甚至都挂掉了 都有可能 你在找毒 这个是研究什么毒 然后要找血清的过程中 可能患者就 就已经走掉了 所以不能这样的 而且何况你找出来 对疾病也没有帮助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解决疾病 你不是要去杀病毒耶 杀了病毒症状也不会改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 所以即便西医现在说 他们因为没有杀病毒的药 所以不能解决疾病 那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你即便有人杀病毒 那这些寒凉药一下来 身体马上变得更难 体伤更加重 甚至命就保不住了 所以很多人 我也在以前也看过一个视频 有一个人就是说被毒蛇咬到 然后咬到马上就送医院急救 然后他们也有血清啊 马上打结果还是救不起来 还是有这样的患者 所以大家别期待 自恶炎跟疾病是两码之事 你要解决症状 就一定要从阴下手 而不是解决炎 炎跟疾病是无关的 炎是影响你体质的 那它已经影响了 你就好好的把体伤跟热能不足 解决就好 所以我们这里就举出这些例子 那如果你要从炎下手 那这个我刚刚讲 那你晕车了你在研究车 治疗车又有什么意义 那我已经风湿性关节炎正在痛了 你还在研究风怎么吹才会好 那这个对我病情又有什么帮助 就好像地震了 那满目疮痍了 结果你现在重要的是要 怎么样把房子啊 这些倒塌的赶快盖起来 让人民有一个居住的 而不是再去研究 这个我们要如何来治疗 以后让地震不再发生 这个治炎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这个方向一定要掌握 所以疾病尤其这种 对比较严重的病病毒感染 会消耗热能甚至会危及生命 那一定要从炎下手 如果从炎下手 这里就给你一个答案 就是以病无益 对于疾病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方向错误 好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善用 以原始点来看就是善用外内热 还有按推 这样才能够发行为一 不够可行西医就是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完全推翻了中医跟原始点 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好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你仪器检查出来 比如流感 你却检查出病毒来 那所以他就以处理病毒为主了 可是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啊 病毒他是不是疾病之一 也不是病毒是炎啊 他不是疾病之一啊 所以他跟体伤跟热能不足 没关系啊 所以西医所有的研究 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流感的症状呢 问题就在这里啊 他不懂得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啊 所以才会有人间的很多遗憾 甚至甚至不该有的生离死别情况出现 也是在这里啊 那他既不是疾病之一 那是不是疾病本身也不是啊 疾病本身就是症跟状 他既非症也非状 那怎么会是呢 所以很明显他就是炎 他既不是果 疾病本身就是果嘛 那也不是疾病之一 也不是阴嘛 他就是属炎嘛 所以阴炎果一分 马上就可以看出整个格局来 哦原来他是属炎 也不是阴也不是果 那答案就清楚 那你现在有症状 你要解决果 当然就要从阴下手 而不是从炎下手 炎是影响我们的阴 但治疗疾病一定是从阴下手 然后炎呢 这时候治疗之炎 就是能够改善我们阴的炎 也就是按推热 我们用的方法 而不是治疗错误的恶炎 恶炎不是用来治疗的 因才是用来治疗的 炎是用来改善我们体质的 好那如果恶炎 我们就要避开了 善炎我们就好好用 炎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而不是治疗的对象 这里特别强调 所以西医这样的诊断 跟治疗的方式 就出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第一个就出现 他们这样的诊断下来 你即便检查出病毒来或是怎么样 那未必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那也未必能疗愈疾病 甚至还超出医疗范畴 而使病人变多 全球因为一个流感 全球有病无病都要打疫苗 这不是很荒谬吗 大家都先感冒一次 没有病的也要打一个疫苗 然后让身体很多人 尤其本来体质就很差的 让他再感冒一次 身体再折磨一次 哪有这样的医学 这个是看来就是方向搞错 然后让病人每一次这样 一下子病人就变得很多 然后就扩散去 然后加上现在的媒体 一广播全球的人就开始恐慌了 好那开始就后续就会有很多封城 甚至还锁国啊 你国与国之间也去不了 造成很多的不便 好那为什么我们 会有这样情况 比如说你检查病毒 你有检查出病毒的未必有症状 这个实际情形也是这样 他检查出病毒了 这个人竟然好好 所以表示这种诊断 跟实际情形是有分别 那因为病毒不是疾病之一 他不会导致 立刻导致症状 一定是他影响阴了 那阴有问题才会导致症状 所以你有病毒未必有症状 这个也符合中医讲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 邪之所重其气必需 你一定要体质有问题了 你没有正气了 你才会感染 同样你体质很好了 即便人家感染你也不会 正气足则邪不可干嘛 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诊断 事实上已经不能反应 身体的真实状况 然后你即便处理病毒好了 就像疫苗处理病毒 那症状还是不能解除啊 所以你即便有症状 你去找疫苗也没有用 其他们也承认这一点 所以他们说啊你得了病毒了 那打疫苗是无效的 所以在还没有感染的时候 你就要先感冒一次打一下疫苗 含揚一下 但这种逻辑又有一点不通 所以也是在这里 好 且病毒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病毒属炎非治疗范畴 也就是病毒它是一个恶元 那恶元我们应该要避开它 也就不要被感染 但它绝对不是要医疗治病的范畴 医疗是要治病 而不是治炎 是这个方最重要的 一定要搞清楚啊 那这个不是只有我讲 因为从医学的发展来看也是 医学就是要解决人们的疾病 他疾病表现在身体的就是症状 他现在搞到现在 却不解决症状 却来解决病毒 这个方式不荒谬 这个已经偏离了 那相较之下 两相比较像 原始点医学 他只要通过按推与热源 然后也不必细旧 你不要再去追踪体内有没有病毒 也不需要研发疫苗 就可以改善体伤及热人部署 然后来达到治理病 如果你有病了 你这样治也可以解决 那如果你没有病 你也可以 有没有感染你不用管 你现在有没有感染到什么病毒 你先把体伤的问题先解决 如果有体伤都解决了 他一定没有症状 只是你没有去检查 你不知道 你有没有感染病毒而已 但有没有感染病毒 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反正我远离人情 那如果大家都在流行 我自己戴口罩 我也不感染你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我打个疫苗 然后我就可以不感染你 不是这样 所以避开而不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来伤害自己身体 来达到说不感 不传染人家或感染 这个是方向有一点怪怪的 好那原始点相比较之下 他可以治胃病啊 你如果说已病了 我们按推原始点 还有加强热源 他这些流感的症状 包括这一次新冠病毒的一些症状 我们通通有办法解决 好那同样的 如果你没有感染 你但是担心感染 那很简单的 你可以用原始点来解决自慰病 为什么原始点通过一条脊椎 及七处原始点 你找出痛点来 那把痛点解开了 解决了 然后再温敷了 好那这些都没有体伤 即便有二元来 你一点感觉也没有 你就可以达到自慰病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那这个是 大家都可以做 而且没有什么成本 所以等于这一场新冠病毒 以原始点的角度来 原始点早就有应对之策 而且也可以很快的解决它 而让大家不恐慌 然后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所以原始点早就可以做到 从这一个角度再来看 西医前面讲 你看用仪器检查病毒 这样诊疗的结果 也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 你检查出有病毒 那也未必有症状 那你处理病毒 症状也未必能解除 而且病毒是属炎 不是疾病之因 那你治疗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是要解决疾病的 你不解决疾病之一 却解决伤身治病之也 那是没有意义的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是 你晕车了去治疗车子 你风湿性关节炎 你去解决风的问题 地震了 你倒塌的屋子 你不整理屋子 把屋子盖好 你去研究地震 那这个又能帮助 现实又有多少 所以这个方向是错的 从这里来看 所以最后的结论很简单 就是不论你是要预防 或解决流感都不应该 将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因为这样的方向 以病毒为主 以仪器检查为出来的 看似科技科学 但是事实上是方向错 根本性的方向错 那这样检查出来的病毒 有问题 那不是说科学有问题 而是医学的概念 出了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西医的逻辑上 出了最大的问题 才导致这一场 跟仪器检查 我认为也没啥关系 错不在 因为仪器 科学仪器是帮助我们的 但你把它用到错误的方向来 就像我今天在中部 然后结果我要去北部 结果我就选择了飞机或高铁 这个绝对可以很快让我们去北部 但没有想到 车子是没有问题 飞机也没有问题 但我们选择错了 也就是我们概念错 我们坐上去的 不是飞到北部 却飞到南部 那我们 不是离我们的目标 越来越远了吗 现在西医出现的问题 就是根本性的方向错误 而不是科学仪器有什么错 然后他又用科学仪器来 让人民更相信 他是科学的 其他都不是科学 但科学是中性 他重点在你的医学观念 有没有正确 这才是重点 所以很显然的 他把医学仪器 这些科学仪器用来 针对病毒方向是错 所以才导致这一场灾难 无从避开啊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就是 你不论是要解决 或是预防流感 解决这些疾病 你都不应该 以仪器检查出来的病毒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所以你看 我们竟然在这一场疾病 死了那么多人 但我们最常用的字 字句就是怎么样 新冠病毒 就是谈毒 毒跟疾病是 它只是一个炎 重点是你怎么解决疾病 怎么大家都在谈炎 就是被吸引误导到这一个炎 那从炎下手是没有答案的 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这个已经走入死胡同 我只有预感 这些疫苗以后还有的增长 那以后 今年过了 明年也许又有新的病毒来 那我们是不是又要 重新再来一次 所以我是蛮有感的 所以我就特别请大家 再听听我们的总论 上次总论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类 也就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就是要落实医疗保健之业 做到怎么样 有健康的身体 生命才能有品质的延续下去 由于任何的医疗或保健手段 都不能单独治病 只能作为助源 藉由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体商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重获健康 可见健康主要来自于人体的体力 体力又来自于自然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非人为复杂的医疗方法 既然如此 与其教导民众 健康要靠疫苗 西药乃至手术 不如教导民众如何过健康的生活 所以在生活中 落实医疗保健支援 避开伤身治病支援 是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此籍日常起居 不仅要通过按推、热圆、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还要少食、甜、酸、酒、冰品 生冷海鲜及蔬果 体弱者不但需避免接种疫苗 而且生病时 也不能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否则月祖带袍 轻易毁伤 必将得不偿失 如此才能趋利避害 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提升人体的免疫力、自愈力 从而达到有病可素育疾病 无病可强身增兽 毫无疑义 这种崇尚自然 尊重生命、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 既合乎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也是医疗与保健必走之路 好 如果大家认真也听完了这一段 我们应该会有感触吧 因为健康当然是大家要得到 有了健康的身体 我们生命才有品质的延续下去吧 如果你身体都不健康 你生命即便每一天都过 都是很痛苦的 那怎么会谈得上有品质的食呢 那健康是一个很重要概念 那你要如何得到健康 这里就要从因缘果谈起 所以我们下一段就开始谈这个 所以健康不是来自于什么医疗手段 所以任何的医疗或非医疗手段 都不能单独治病 我们前面也有讲 没有一方也没有医药可以单独治病 这也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 前面我们也讲过 西医一直强调他们能治病 那其他的都不能谈医疗 你谈医疗就夸大 他们就要齐定 事实上真正能治病的 不只医疗手段 还有保健手段 我们之前就讲过 中医就是一针二钩三用药 钩跟药就是保健的手段 针刺卸胃才是医疗的手段 所以西医太强调只有医疗人治病 事实上医疗也不能治病 不只保健不能治病 医疗也不能 而这些手段只能怎么样 作为一个助言 真正要发挥作用 还要靠我们身体热能作用 还要组织器官运作 把这些助言能够吸收进来 然后能够因为这些助言 让我们运作更顺畅 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跟治医力 这样才能够获得健康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不能太强调炎 我们前面刚刚也在讲 你太强调炎而忽略了身体的热能作用 就可以产生导航系统 就可以产生音响功能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汽油对车子是这样 那你要对身体也是这样 你要解决疾病 一定要透过身体的组织器官 运作跟热能作用 这样才能发挥这些疗效 所以重点就是在因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到 健康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体力啊 那体力来自于哪里 不是来自于药 你看你体力强 有没有一种需要 说吃了让你体力变强 好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 马上就有很强的体力 可以做很多事的 不可能嘛 那体力来自于哪里 就是锻炼嘛 锻炼体力 来自于生活的锻炼 然后来自于一些生活的习惯嘛 比如不能熬夜啊 劳累啊 太过劳累啊 吃太多的冰凉这一类嘛 所以它一定是来自于简单生活 反而不是来自于复杂的医疗方法 所以西医现在把它搞得很复杂 那你从这一段就看得清楚 这个不是得到健康啊 打了疫苗你体力会变好吗 打了疫苗体质会变好吗 都不可能 而且那是寒凉啊 越打反而身体越虚啊 这才是真相啊 所以很多打了 为什么会有副作用 因为它消耗热能啊 然后热能消耗了 就导致体伤严重 才引起症状 所以我们这一句就在点出 大家要破除迷思啊 健康是来自于生活啊 不是来自于什么医院的 复杂医疗方法 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既然答案 已经再清晰不过了 那所以医学应该是要 教导民众健康的观念 这才是重点 如何在生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是要教导观念 而不是每每叫患者 哎呀你怎么样就要跑医院 就要打疫苗 就要吃药 甚至如果严重一点还要手术 这个已经不对了 所以我常常讲原始点是自救之法 不要太相信 现有的医疗 现有的医疗太多的不足 尤其这一次完全破路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这里就提出了 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它的宗旨是什么样子 就是在生活中落实医疗保健之业 避开伤身致病之业 当然病毒就是其中的伤身致病之业 而且是在生活中懂得怎么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不是脱离生活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在生活中 懂得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来让自己得到健康 而不是去医院求健康 那个是求不到 去都是含量怎么可能更健康 然后西医打的疫苗又含量 一打本来还没有病 打了回来 有些人甚至又疲倦 又肌肉痛关节痛 甚至还有一些问题 不必要 那什么是原始点医学 怎么来落实医疗保健之业 跟避开伤身致病之业 这里就很具体的写出来 就是我们日常起居呢 你一定要通过按推热源 这个随时要用 因为按推你没有病 你就可以先靠按推 把头部或脊椎 这里比较重要先找出来 如果有体伤 你先把它解决 那即便有病毒来 你也不会感染 然后因为体质也好 因为有热源的补充 体质也不错 能够维持整个身体组织器官运作 正常运作 让它很顺畅 那这样因已经改善 那即便有二元来 它也不会影响 那因不止按推跟热源 还有后面 就是适当运动 要懂得要运动 然后不要熬夜 要充分休息 还要有良好心态 不要老是悲观 然后看一件事情都往坏处 然后尤其像病毒 大家一听到 就闻病毒而色变 然后何况感染 很多人就吓死了 因为看到有一些人死掉 他以为快轮到自己 这些都是因为医疗的不足 那现在懂原始点 你应该更正面来看 原来是有方法 可以繁范 然后即便得了 也有方法处理 好这在日常生活积极的一面 那消极的一面 你要避开什么 因为我们说甜酸属寒 医疗与保健都有讲过 这些都很寒 而且酒跟冰品也是属寒的 当然很寒的要避开啊 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煮熟 不要说生机饮食啊 然后吃一些生冷的海鲜 不足过的 或是不足过的蔬菜 以为这样营养成分就会高 万万不可 一定都要煮过 煮过让这些寒粮的药性 改变才能够温补我们的身体 要不然这些寒粮一直吃你的体质 热能严重消耗之后 也会慢慢引起体伤 然后这里特别提醒的 就是体弱者需 也就必须喔 不是应该也不是可以喔 是必须避开接种疫苗 绝对不要碰 因为它是寒粮嘛 所以原始点认为 这个是方向的问题啦 西医认为你病了一次 就会产生抗体 就好像你感染病毒 你就会产生抗体 那再遇到病毒的人 你也不会再感染 这种我是不大能赞成 研就是要避开 不是你故意自己去感冒一次 那以后就可以免疫 这个方法也有一点怪怪的 就好像早期英国 他们也是希望说大家都得过了 那以后就有群聚的免疫抵抗力了 就不用再怕 不是这样的概念 原始点是要避开呀 不是故意再去得到之后 有了免疫 但大家好像打了疫苗了 就不用担心 不是应该这样的 是先避开 人避着避 因为这些会消耗我们热能 会加重我们体伤的 我们都要避 这才是我们的概念 然后也不需要恐惧到 要避 就是要封城 或是要影响大家的生活 然后连出国都受影响 不是你该出国的还是一样出国 戴口罩戴口罩 就是这样 然后该洗手洗手 那万一得到就是 就很快可以治疗了 那哪里得到 那个社区 或是那个地方 尽量都要戴口罩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虽然没有检查 但也不知道哪个得到 只要一有消息 我们大家都 就这样来防范 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一劫 即便有了也不怕 即便有了也就尤其生病时 这一劫也是在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反而有可能 他不但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还加重你的疾病 因为这些都是含良药 所以这里就提出来 不要一味依赖手术打针吃药 真正能让你疾病好的 是你身体的本身 人体本来就有自益力修复力 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自益力修复力提升呢 前面就讲了 就是要用这些医疗保健之言 也就是按推热源适当运动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来增强 那这样你的免疫力 治医力就提升了 就可以达到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如果你不这么做 也会依赖这些含良的药 那这样悦除代表 很容易就是把你的热能消耗掉 甚至手术还会破坏你的身体 那这样轻易毁伤到最后 必将得不偿失啊 甚至有些人想活命都活不了 就会产生这样 我们知道这些 恶一定要断掉断乐 然后好的我们一定要去做 这样才能趋极避凶 那这样我们的组织器官 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还有热能不足也可以立刻改善 那这样 人体的体力就可以增加 那体力代表的就是免疫力跟自医力 你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的自医力有没有提升 就看你的体力 体力提升了 这些就是提升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怎么样 如果你有病 那即便得到 你也可以很快就把疾病疗愈 那如果没有病 因为你平常就这样在做 也可以强身遵受 所以对的方法是 每一天都要做 不是说哎呀今天我病了要跑医院 那明天我没有生病 我病已经好了就不用不用管我的身体 不是这样 他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是要这样做 那病了也是这样把自己 调理好 那没有病你也是这样的预防 那你身体就可以健康了 有病可以达到自医疾病 那如果没有病 还可以预防疾病 强身遵受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这里就谈的 所以原始点他是从上至 也就是他是返谱归真 化繁为简 他不是越搞越复杂 因为他是生活化的东西 也没有特别的方法 他既非侵入性 也非用药物 他是完全是生活化的医学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 由博反耶 反谱归真 从上至难的 然后他也尊重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他是尊重生命的 不会用一些含良药来伤害我们 也不会用手术来破坏身体 所以他是尊重生命 然后守护身体的生活化医学 所以生活及医学 哪有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医学 所以我们的医学 我认为已经这个不合时代 在时代的进步中 真正能救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 那在哪里救 不是去医院救 而是在生活中自己救我 自己知道怎么解救自我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啊 所以我们说既合乎古典 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那前面我们也有提西医啊 他们还是有提到 早期的西医还是有提到 那个要靠人体的治愈力 那中医是正系主则邪不可干 要故本培养这些概念 那这个才是中西医的智慧 也是中医的中西医的精髓 那从治疗来看 也是医疗与保健手段必走之路 而不应该用一些侵入性 或是破坏性来治疗 那这些医疗跟保健 都是要合乎生活化 那原始点在这一点 我认为也是把医学能够简化 让医学能够从医院走出医院 然后进入家庭 然后来落实生活中 遇到疾病不是往外去 不是往医院跑 反而应该在生活中 找到我们需要什么 比如说我们需要热语 那赶快用姜温敷 然后该按推就找 你自己按不到就叫别人 或是靠桌角 自己背部也可以按一按 这些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来解决你的疾病 这才是大智慧 而不是把它搞复杂